鬼卯立夏 关注温差 公历2023年5月6日凌晨2点18分 太阳到达黄金45度 北半球进入24节气的立夏 月令72后集结注释为 夏假野 物质此时皆假大野 亦为万物借天地阳气之盛而壮大 立夏是进入夏三月的标志 皇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阐述 夏三月此位翻秀 天地气交万物华时 也卧早起无燕于日 始至无怒始华应成秀 始气得谢若所爱在外 此下气之应 阳长之道也 逆之则伤心 秋为皆虐 奉收者少 冬至重病 大意简单分数如下 夏三月此位翻秀 夏季的三个月是自然界万物繁茂秀美的时节 天地气交万物华时 夏季的炎热是天地气交的动力 炎热使地气上升为云 云下落为雨 天地热烈拥抱 夏日天长 炎热则涨 花开旺盛 已成果实 万物因充足的阳光而茁壮成长 呈现积极的生长代谢状态 夜卧早起 此处的夜卧是指亥出 一般不晚于亥症睡眠即可 夜卧的目的在于消耗夏季昼长夜短产生的多余阳气 早起在寅时 以避免阳气不生化为抑郁 无燕于日 始至无怒 夏应心 夏三月养阳 官见在心 皇帝内经讲 心为君主之官 君主名 群臣则安 夏日的心态应欢喜 明亮 宽容 祝福 友善 奉献 使心与自然和谐 采养心之正气 心怀 忿怒 仇恨 贪婪 傲慢 多疑 骇人 傍人 毕生阴暗之气 聚阳于心外 使心与下气相悖 逆下气 则太阳不长 心气内动 使华 英成秀 按照上述自然规律去做 无惧夏日的炎热 植物开花土蕊 受精结果 人身心所有细胞的生长 会在一年阳气鼎盛之时 最为饱满 使气得泄 夏季炎热多汗 汗孔开启 浊水 由尿道与汗道 共同排泄 清洁 脑 骨髓 肌肉 筋脉 乃至血液 等所有组织 这是一年中难得的机遇 夏天不出汗 一年病来禅 若所爱在外 夏季心怀欢喜与感恩 少屋内多户外 给予万物温暖 人心与天心同行 当下心之所获 亦为秋收冬藏积累物质基础 此夏季之应 阳长之道也 了解夏三月的规律与禁忌 认真践行 是为与夏季相应 人天和和 便获得了天的补给 接近于道 逆之则伤心 秋为皆虐 奉收者少 冬至重病 如果违反了夏三月的时空规律 应长不长 必定伤心 心火不足 秋收亏欠 君主贫寒 臣民不安 夏季无掌 秋季无收 冬季无藏 来年欠账 立夏节气的气候因素 主要包括 中运火运不及 火不及则水胜 水主寒 丝天之气为阳明造金 金主粮 故上半年气候的整体基调为 天地之间阳气不足 而寒粮偏盛 4月3日到6月16日之间为二运 主运哨指 即火运不足而水盛 客运太公 土运太过而生金 二运的影响 加重了水寒金粮的寒粮之势 除上述气候因素影响之外 立夏节气半个月仍处于二支气中 主气绍阴军火 客气绍阳向火 此二火与夏季硬火同气相求 火热外散的同时 气候中的寒湿 以乘虚而入 化为邪气 据上述分析 立夏节气之后 晴天时偏暖 气温偏高 阴天或夜里偏凉 气温偏低 如此会造成昼夜温差比较大 如衣服脱穿不及时 容易导致感冒发烧 如果室内地面装修材质是非木质地板 过早换掉棉拖鞋 寒从脚起 下胶容易受伤 出现中下胶诸多疾病 所以立夏至小满半个月 关注温差变化 做好保暖工作 使阳气不受伤害 是食令养生之药 鬼卯立夏 饮食起居 见义如下 一 茶喜百卖 每日饮食 是一天中茶酒的最佳时间 此时气温较低 茶酒时 以观炎门窗 室温不要太低 防止出汗后着凉 乃至感冒发烧 人体内水分排泄于尿道和汗道 立夏之后 汗道随夏日开放而开放 是茶喜百卖难得的机遇 所以把茶喝透 将汗出透 是荡敌脏腐肌肤 乃至于清除百卖邪气的 食令之策 夏季是体内百卖外排的最好季节 夏三月 可于一天饮食之内 七有机明前茶 烫饮渐汗 借助夏季阳气充沛之机 当底体内血中之污浊 汗为心之液 在内为血 在外为汗 饮热茶渐汗 代谢着物从皮肤汗孔排出 亦有益于发散上胶之热 红色入心 红茶养心 心淤 心意憋闷 或以心耿者 可于五时心经当令 或虚时心包经当令时 品饮凝红茶 也可用有机绿茶与凝红搭配的 契合天地玄黄之道的玄黄茶茶酒 有机绿茶明目醒脑 主头应天 凝红茶 健脾养胃应地 地天安泰 邪随汗出 百脉得喜 神清气爽 肤色白亮 心喜悦色 夏季茶酒尤其适合三种人 一者素体虚寒之人 脸色清黑或晃白无华 冬病夏至冬寒下去 夏季是改变阴寒孕体的唯一时机 二者为斜流皮肤之人 或斑或痘 或检查出白电风 牛皮选试诊等等 茶酒畅喜皮肤 猪邪俱消 三者为痰湿体质偏胖之人 湿聚成痰 痰湿肥胖 夏季茶酒 湿气随汗而出 在骨质密度 与肌肉密度 不减反增的情况下 腰围坠肉得消 二、饮食适量 下三月阳气大放 下属火应心 心为阳脏 所处上焦 为阳中之太阳 下三月人的阳气 主要集中于心 鬼卯立下 寒凉之气包围 毒燃之火 心亦受伤 此时饮食有节 则尤为重要 皇帝内经讲 吃得少补气 吃得多伤气 胃蛋补气 胃后伤气 立下至小满半个月 若心脏压力大 饮食应控制适量 减缓心脏负荷 若饱食即握 心脏容易受压 若晚饭保持 夜间心脏已遭险象 三分清属性 立下后 脸红内热之人 以食平性凉性 和寒性食物 热性和温性食物 助长心肺之热 不宜食用 晚饭 以食冬瓜海带 等胃咸食物 有助于阳气 脸藏入肾 心有预热 或心音不足 而五心繁热时 可饮常温红阳西瓜汁 以解心热 若心热而皮须 则可加热后饮 苹果百粒一亥 亥则性凉 如果有时生吃一枚苹果 可借其性凉 收阳入肾 便是化壁为例 将苹果削皮切块 微波炉中加热二十秒 以防伤皮 梨肉性凉 色白入肺 饮食肺精当令 梨汁热饮 可清肺热 助肺速降 肺与大肠相表理 如果同时食用 润大肠的食物 如火麻仁 淡烛液等食材 可清肺润肠通便 缓解上胶燥热的压力 有助于气肌升降正常 四 谨慎穿脱 立下节气早晚凉 穿衣建议上薄下厚 由于下半身的血液循环 要比上半身差 更容易遭受到 湿寒阴邪清洗 裤子 袜子 鞋子 一定要厚薄适中 感觉温暖 既不凉 也不出热汗为宜 不要脱得太早 换得太薄 若早出晚归 可采用洋葱式穿衣法 方便早晚和中午 随时调整 五 太阳晒背 中老年人 每天要有晒背的习惯 合成体内钙吸收机制 也是含病下制的一剂良药 但应被冲太阳 被为阳 复为阴 阴阳不分晒太阳 收益不大 反而眩晕 晒太阳获得自然之能量多少 关键在于心态 若心存厌烦 则一无所得 越晒越热 若心存感恩 则瞬间 静随心转 立下标志着北半球万物 由生转折进入涨的阶段 开启了能量繁荣昌盛的时空之门 至此承上启下 立足当下之际 惜时令养生者们 保持欢喜的心情 发自内心地 接受和喜爱夏日的 昼长与炎热 圆融于下 成就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